上次帶過老朋友的梁伯堅去試好東西 那她就沒有意義了 今次帶她來試這間 看看她有什麼說法 不過這間有一點特別的 一般女生來說 看到招牌 不是很敢走進去的 什麼原因 待會你再看看 見到門面說是吃蛇 但這條街有很多人去做雞 這間原來都是做雞出名的 即是你試過整個街 才知道這間來最好吃嗎 這間餐廳最厲害 本來是一間蛇店 但今天來不是吃蛇 因為冬天第一年出來做蛇 做完之後 夏天開始想想 將一些渴到的菜式 帶給街坊去試一下 老闆哥 這個就是黃酒水蒸雞 黃酒雞 我們用寶島的黃酒 將雞蒸完的醬 用來煮黃酒的醬 有酒香 有些皮爽的 而且你吃到那個雞 你不會覺得很鹹 這個就是咖哩雞 咖哩滑雞飯 這個就是咖哩雞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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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會吃咖哩雞飯 我經過而已 看到那個字 我給它字吸引 看到一個滑字 它寫的招牌是咖哩滑雞飯 咖哩雞飯 我真的沒吃過滑的雞 因為全部都是鹹 為什麼它會滑呢 因為它很新鮮雞 它是準備了一隻雞 先下了命令 然後將醬汁混合 再加一點 但你會覺得 現在的醬汁和雞 不會說不入味 而且我上次吃完 不滑 很多時候咖哩 它加了味精 你不知道 吃的時候很美味 吃完之後你就知道 為什麼它會變得很美味 這個是油飯 謝謝 我們會把香茅 藍薑 薑 蒜頭 會拿去焗 焗到會出味 這些 非常邪惡的 因為你喝了酒 一聞這些 會不理會 然後你會不捨得 沙了那些雞汁 吃剩下的會混合 飯 是香的 沒有人會約人出來 特地吃咖哩雞 我們將這裡 有馬女兒讓我吃咖哩雞 有多怕什麼事 威哥 有些東西剛剛吃嗎 剛剛吃 剛剛吃 你還敢說難吃 你掉出來 這樣好吃 好吃的 好吃的 這個咖哩雞 我真的站不住口 新鮮雞 會不會虧本 虧本就不會 不過是 處理過程那裡 就不要浪費 對 不過你們好像有中央廚房 對 我們有中央廚房 所以就 Mask production之下 就省下一點食物 對 這餐很好 咖哩雞沒有介紹錯 沒有介紹錯 我煮花咖哩雞 那妳很害怕 那我叫在家裡 乍不定 在家裡 等於 這個島式 不是